那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 过程呢 它可以接收这个输入 也可以把一个变量 计算完了过后呢输出 这个案例啊我们 先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现在呢我们要求大家 编写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输入 雇用的名字还有新的工资 然后呢可以修改 雇用的工资 大家看这个案例呢好像没有 涉及到一个变量输出来 这个变量是吧不用着急 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上面进行一个扩展 就就就能看到 这个变量怎么输出来的 现在呢我们还是 写这么一个案例 大家看这个 过程这个说法啊你写的很清楚 你们可以参考这个 那对于这个过程 编写一个过程可以输入雇用的名字 新的工资可以修改雇用的工资 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应该不是很难了 对吧 这个应该不难了 咱们开始一起写 这个过程的名字呢咱们按顺序编号嘛 以四个当然就写五嘛 它可以 可以输入这个过程的名字 那我就写印 以后呢代表印代表可以输进去的一个值 名字印令 然后呢明确指定是印 可以的 然后呢它的这个类型呢是分差 二 各位同学 在这里呢请大家不要指定这个大小 这一指定大小就不对了 这里啊只需指定 类型就可以 大小不要去指定 指定也是不对啊 然后呢我们还要输入一个什么呢 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工资 给我们输入了新的工资 new silent 我们也借用 alunco的定义的风格 是吧就下滑线 其实下滑线这蛮好的 看起来比较简洁 然后呢 这也是个印 当然这是薪水 那是number了 number可以了 因为我说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输出嘛 那就一直 begin end 这个呢有没有什么变量呢 没有什么变量 那就无所谓了 没有变量就直接update了 update enp表 set sumery 这块薪水 在于 新的这个 输入的这个新的薪水 什么来着 will will一个呀 以这enp e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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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me ename 这样子就对了 在于 输进来的 这个值 好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这个 过程就写完了 大家注意看 这里呢 我们就明确指定了 表示 这是输进来的 你不写呢 默认就是印 这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把它冲进起来 很好 他报错了 报错了 为什么说很好呢 因为呢 他这个错了过后 我就要告诉大家 咱们用什么方式来查看这个错误 大家看 我们这里有个名字叫 show e-r-r-o-r 一回车 大家注意观点啊 当 他默认情况下呢 他不会把这个错误名打出来的 那么你要看错误呢 请大家输入这个show error 我把这句话 给大家补到这里 特别说明一点嘛 对啊 特别说明一点 特别说明一点啊 咱到这儿来干啥 什么 六 特别说明一点 当我们编写过程的时候 编写过程时 过程时 可以 可以输入 输入这个show arrow 来显示 具体的错误 错误信息 那么 我们刚才说是什么 要找路程说一下 大龙你看这错误是哪啊 哪错了啊 哪句话错了 这是行吗 你说这一行吗 你说这一行吗 哪些错了 这个杠告是吧 对了嘛 这得一眼都瞅出来 年轻人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改这儿啊 改这儿是比较好的 编程是很快乐的事情 耶嘿 这是怎么说呀 那我们把这个删掉 我再来又告诉他一个绝招啊 这个这个这个绝招是这样子的 create or replace 有时候他可以这样写 但这个你要小心啊 真的是到时候给你替换了 你不要找韩老师麻烦啊 这样子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已经存在了呢 我就替换 如果没有存在呢 我就创建啊 你可以加这个or replace 来来来搞那个事情 以后呢 他每次都会进行传成一个新的 但是这个呢 要生用啊 我这是为了省事 好 这就没问题了 or replace 就是创建 或者替换 此时刻呢 我们就会来调用了 exec pro5 我们输入一个值 比如说我要改Smith smith 我把它改成多少钱呢 10块钱 很惨 啊 他成功了 我们查一下 Smith这个人 目前是多少工资呢 当然是10块钱了 好 成功了 这个代码 就这样写的 粘过来 啊 粘过来 这个or replace 我就不说了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下面有个小技巧 通过show error 可以看出具体的错误信息 因为他默认不打印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错误 你就不需要看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案例 啊 这个案例 还有一种调用过程方法 是call 在call的一般是在调这个 调函数 好像调函数居多 我调一下啊 看看我这个以前反正是可以的 现在我又不敢保证了 我调一下 我把它改成call call一般是调那种 在假包程序里面调的 那也成功了 哎 这方法调用成功了 改成100吗 看看是不是100啊 是100 那这个也可以调哈 也可以调 其实他这个提示呢 提示的时候叫什么函数 因为他以前呢 call一般是指的调一个函数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过程当函数来对待了 实际上是指提示错 提示信息那一点嘛 但实际上这个还是过程的 你不要看他提示的函数一调用 它就是函数 不是的 其实函数的过程呢 你们要研究细的 其实他发现他是一家子 他们以前是来自同一个老祖宗 后面再拆分他家了 那么这个呢 你就知道有那么回事就行 这两种方式都会调用过程 我们就在往下面看 好 我们下面就要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了 现在还没讲这个out 还没讲这个out 不要着急 我们讲了这么久 我们一直都是在哪儿调用这个过程呢 我们在哪儿调用的呀 过前非我们现在一直在哪儿调用程度过程 实际上是在这个欧人口提供的这个客户端这边来调用 是吧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在假网程序里面去调用啊 因为我刚才讲的时候就是说 其实真正主要是为了假网程序服务的更多点 所以现在我们动手体验一下 把刚才写的这个过程呢 咱们这儿调用一把呢 在假网程序内调用一把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咱们试试一下 来各位同学 现在呢 我们就要启动 可爱的 Eclipse 给它取个名字 可爱的Eclipse 咱们来玩玩 在假网中 如何调用存储过程 是吧 这样呢 你以后 把这个存储过程 写一个一个模块 下定单 分页 非常轻松 就一句话 分页的全部搞定 而且速度还快 稍等一下 我们现在呢 就来想一想 这个题 讲中你就是说 如何 在假网中 假网程序中 程序中 调用 过程 过程就是存储过程 有时候呢 我就简称过程 这个要做的事 说明一下 说明 需求说明 使用 假网 调用 调用刚才写的 那个过程 调用 刚才 写的过程 好 我们看看这个怎么写 看代码 直接就看代码了 把这个关一下 Close all 我就写到这里的 反正有个test aluncle 我就不写新的程序了 我再写个类 叫test 过程 过程 小啊 拷减 前减 减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调用 PAL5过程 那么开始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不谈封装这事啊 我们都通通不谈封装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案例去 先把案例拿下再说 好 大家看一下 要去调这个过程呢 首先还是有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个还是要加点驱动 这是忘不了的 第二个得到连接 这是跑不了的 得到连接 这也是不能少 第三步 第三步干什么呢 第三步咱们是创建 一个叫callable callable statement的一个接口语用 注意啊 这个callable statement 是专门用来调存储过程的 但它本身是个接口 但是我们知道接口是可以指向一个实现该接口的对象实力的 这点如果还不知道说不过去了 我就说这点可能很多同学都别人问到时候答不上来 大家看 callable statement用于执行 sircle存储过程的接口 它是由JDBC API提供的一个存储过程的转移语法 它们它的基本用法是这样子的 但大家看不懂没关系 我待会带大家一起看这个事情 怎么用 那那现在就要走 再来驱动 我们这个时候呢 咱们简单的就是用JDBC来来做 JDBC这个包啊 大家看已经有了啊 我这里前提是这个JDBC包必须在啊 没有这个JDBC JDBC这包 你是对数据库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我们开始写 class.flame 是 是怎么写的啊 oracle oracle .jdbc oracle .jdbc diver是吗 然后是JDBC diver是吧 JDBC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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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就完了 那一个是吗 啊 就写错了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这个类加载驱动 第二股得到连接 得到连接呢 我们为了待会能关闭呢 把这些连接都写到上面来哈 connection ct 等于空 那么这儿有个 可能就要引包了啊 有些包该已经就要引下了 circle包 同样 我们这地方呢 还要创建一个collable collable statement CS 这也是 这不是那个打游戏的CS了 这是collable statement 调用一个statement 那么这里面就得到一个 先把连接得到 ct.driver manager 待会我还把它封起来 但我把它封到这个circle helper里面去 到底我们这个circle helper 又可以直接发circle语句 还可以调这个存储过程 就功能很强大了 点 也好 这也不出来 get conjunction 还是一样的啊 jdbc 冒号 olunco olunco 冒号 sin 冒号 adf 127 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 因为经常会考 再是151521 好 然后是冒号是吧 然后是数据库的名称 我们连这个数据库呢 叫orclhsp 后面有用后面密码 我现在是写死的啊 scot 密码当然是m123了 这大家都非常轻松 好的 下面一步呢 创建这个对象 ct.cs cs cs等于 ct. 注意看 这里边呢 它有几个几个方法 它对prepare call 进行了重载 我们刚才有几个方法呢 这个是在ct里面啊 state 叫 con connection 大家来瞅瞅看 这里面提供的方法蛮多的 有一个两个三个 我们现在就用其中第一个 后面这个result type 是什么 还有result type convention是什么呢 我们在讲gdbc的时候 还得说一下 现在先不去管它 我们用这个方法 但这个sig怎么写呢 好 这个sig怎么写 我们可以参考 它这给的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prepare prepare的statement 这地方它就写了 这是这样 这样创建的 这不错了 写错了 找错了 call label statement 它这样写的 看到没有 那么我教大家看一下这个怎么 怎么看啊 呃 大家看到呢 这里面 是这样写 call 就是首先是个大括号 我先写完 再回头 教大家 来看这个尖括号代表什么意思 原括号代表什么 中括号代表什么意思 它有说法的 开始写 调用 这是一个关键字 不能少 调用哪一个呢 存储过程的名字 percent 5 好开始了 原括号 里面写上问号一个两个 两个问号 好就完事了 那为什么这么去写呢 能不能别的别的写法呢 不能 它就是固定这样写的 它有固定写法是 大括号 大括号 里面有个call代表我要调用 其实个调用呢 就是这里面写的这个东西 你看嘛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其实你写的意思也许可以 但是我没试过啊 我 我没试过在这儿写成一些 行不行 也许可以 我们不去管它了 后面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要代表调用的 这个存储过程的名称 这两个问号代表 你将来要传进去的那个值 为什么是两个问号 不是三个问号呢 因为我在我这个过程里面 就接受两个问号 而且是两个印 那有个老师 那个是out怎么传 out 大家还要说 现在大家看 那么这就写好了 写好了 然后呢 cs就要给负质了 给问号负质 因为你要传嘛 那就是cs 他提供的方法 叫site 第一个呢 大家都知道 是他的名字 名字呢 是个是罪 第一个问号 比如我要给史密斯 我们都拿史密斯开刀算了 smi smi ch 这是给第一个问号负质 再给第二个问号负质 第二个问号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number类型 number类型呢 你可以用数字 float或者是double都可以 这是第二个问号 给他负一个新的值 比如说是45点 当然要加个f 不加f 他以为是double类型 是吧 他会这种过不去 为什么这错 因为是他认为是double 加个f就可以了 好 执行 执行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语句 怎么执行呢 非常简单 cs有个方法叫 这个 execute 没有 不是那个executeupdate 主要是 我们主要这里面 用的是execute 那看一下 他有说明的 大家看这里面有个execute exe 这个呢 应该是属于他的那个 statement 应该是属于这个 他的指类的一个方法 因为大家看到 callable statement 他是 他继承了一个副接口 prepare statement 也是个接口 他继承了这一个 他的prepare statement 这个接口 所以说他有个方法 是从这来的 是从这来的 大家看 在此什么什么 执行任何一种 种类的都行 这个很厉害啊 他可以执行任何种 是个语句 比如说你这个 查询的也可以 创建数据库的也可以 他都可以做 那么既然他都可以做 那显然我们穿 你掉这个存储过程 也是没问题了 这个不行了 这个要返回一个结果 我们这没有结果 这个呢 是带着查询DML语句 我们就用他 完成了 现在我们关闭一下资源 关闭资源 你们待会 我们待会再写 这个我就不写 待会再说 关闭资源 肯定很重要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来 我们看运行一下 看看OK不OK 好整个呢 他正在运行 他正在运行 正在运行 耶 怎么没反应呢 他堵在这个地方了 有同学你们眼界有遇到过 堵在这个地方了 他这没有提交 我们把他提一下 再提下交 他就提下交 他就完了 他不提交 他堵在这个地方的 假如程序他 提交 这边马上肯定就执行了 是不是执行的 他没提交 他这个事物还被他站着呢 知道吧 他被提交 脑不提交 别人执行不了 我们看一下 刚才呢 给他是456.5 我们看数据库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是456.5 的的确确是456.5 那说明我们在夹网里面调用存储过程 已然成功 已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把这个代码呢 给他粘过来 这代码给他粘过来 好下面这一步呢 我要把这个调用存储过程 这个代码封装到我们的 那个sqherp里面去 注意看 这很重要 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去调用 太麻烦了 是不是 我们发现调用存储过程 无所谓就是跟以前的 调用其他语句 差别就是创建的对象啊 调用的这个对象 不 对象实力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它改一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 那么我们来这个升下级 升下级 对 这个sqherp herp 升一个级 升级啊 升级 添加 添加添加一个可以调用 调用 调用存储 存储 过程的 这个一个方法 来 咱们一起来 一起来走一走 对不对 那我们就找到原先写的这张代码吗 我们这个sql 不是以前写的有吗 来升下级 以后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说这个上面的调存过程 老都不去完成的话 那谁受得了 是不是 当时很低啊 我们开始写一个统一的 大家看我是在在这个sqherp里面写的啊 统一 呃提问一个什么呢 调用 调用 嗯 存储 存储过程的 方法 不然啊 public 那么这种这个过程呢 各位同学啊 现在 这个存储过程呢 将来也有可能返回的有结果 现在呢 我们我们先写一个没有返回结果的 void 就叫execute 好了 execute 那么我写一个 这样 啊 procedure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呃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呃 其实大家也看到这里面呢 他他肯定可以把这个先构建起来 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构建起来的 给我传进来嘛 这个能理解吗 到时候我还那个往里面放东西嘛 对不对 到时候他这个整个啊 听我说 这个呢 就说你这儿 你这是一个数字 当中一个错也是可以用的 你比方说 语言诺老师我今天不用这个事情 我这样写行不行 那是可以的 可以的 rnk它是可以自动转的 我先讲过 rnk6部有个自动转的机制 你再放了一个支撤 但是他一看这个地方应该传一个number 是不是 他就试图去把这个45.6转成一个number 结果他转成功了没有呢 转成功了 可以用嘛 你看这样做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待会呢 我就可以让他传一个支付串的那个 参数数组 我说不要 你都写完肯定是错 又多学一招 又多学一招 大根部老师很无可奈何 是吧 确实改成功了 对不对 确实改成功 所以我们到时间可以给他统一传这个 那这样子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去写嘛 那这个代码就可以这样写 你给我还是传一个色口语句 注意看 这个还是色口语句 第二个月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它还是属于色口语句的一种 然后再给我传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还可以传参数 parameters 开始了 如果 如果什么呢 parameter 它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并且 其实我们这个代码应该做的更严谨一点 可以再加一个 并且 parameter 不等于这种空 这两个都判断 其实更严谨一点 那么我以前那个呢 你可以 稍微把它改一下 更严谨 就是说 不等于不等于no 而且还不等于这个空 这样子就更好了 就更好了 更加严谨 那么如果它不等于这个话呢 那么就开始走嘛 前面的代码还是一样的 try 因为它就是要关 关资源 try 整个try起来 好 那么这地方还是要打 打这个异常 以防 万一抛出一个运行时 给上面的调用者一个选择的 选择的机会 rong time rong time exception 一点 get message 好 finally 这份关定资源还是老规矩 老一套 是不是 咦 怎么不让我关呢 啊 不论是x 我是静态方法 我是静态方法 肯定不属于x对象了嘛 你现在写的肯定是错的 还是 到现在还是这样写啊 是吧 是 我今天是怎么写的 就这么写 还这么写 那么待会我们 我们这边还还增加一个东西了 对不对 你扩展了吧 你肯定要 你既然扩展 你要 你要扩展嘛 就是要加东西嘛 callable callable statement cs等于空 好 下面这地方啊 回到这一头 回到这地方 首先把ct拿到 ct呢 等于这个 这个 我们看 就有个名字 有个忘了 对 这样子啊 直接从这边获得一个链接 好 直接放到try里面去 是吧 放try里面去 啊 什么 我写的有啊 什么时候写的啊 我没有写 最下面有一个方法 这close吗 哦 这样子的 哦 这直接 直接这样写 不行吧 这是两回事 这个我是让他夺到一个链接啊 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我是 我是这个方法是为了关闭 当时是为了关闭的一个链接用的 还是要写这句话 还是要写这句话 我没有写这个得到链接的这个方法 这只有一个 得到链接其实用一句话 它能够封建成一个函数 也没什么意义 它这句话就是得到链接 你封装一边 它和调这个没什么区别嘛 然后 cs等ct点 好这个secure就传进来了 但传进来过了 你还没复值 就在这边开始复值了 那就是cs给它复值 复循环 anti i等于0 i小于 你这个参数 的这个大小 点认识 i加加 i加加 开始了啊 cs点 sid 那就是i加1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取出来这个值 具体是多少 就多少 i 放进去了 好 经过这一番这个导存过后呢 你的cs就成功 现在就可以执行它 执行 执行也很简单 就cs.execute 一下 就完事了 那么 现在的这个关闭资源 这边要注意了 不是关闭cs了 而是cs 它关闭cs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本身这个callable statement是 是prepare的一个 一个 指 指接口 而prepare statement呢 又是statement的一个指接口 因此它这个是可以走通的 好 写完了 资源也就是该怎么关闭 也是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来调一调 上面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可以 这些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我就可以不这么去执行了 我怎么执行呢 大家看 我就简化了 当我们 当我们需要 需要去调用过程的时候 可以这样写 还是老规矩 给我传一个sq语句 那sq语句呢 当然就是它了 对不对 肯定就是它嘛 你给我沾过来 那么你要给它负什么样的值呢 你做一个参数 参数数组等于 大括号 是中括号还是大括号 中括号 这有这个东西 是大括号是吧 这个忘了 好 这个我们传 比如现在我们改别的人啊 老改斯密斯 这个斯密斯都烦我们了 我们把king改了 把king改了 改king 那么我给king改成这个工资涨了 现在物价飞涨是吧 总裁才五千块钱 太低了 要加进去 那么呢 我们就调用sq语句 刚才写的那个静态方法 点 过程 传进去就可以了 把这个换一下 参数 传进去 好 你看对于调用者来讲 它就比较轻松了 他说我要把这个sq语句写好 然后呢 传入我要把谁改成多少钱 这事就拿下 那么试试看 关闭资源这些可能就不要了 连这些都 连这些都不要 都不要 其实你就留了一句话嘛 实际上你就留了一句话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不要了 那为什么这地方可以不用补货异常呢 因为你抛出的异常是一个运行异常 如果你抛的不是运行异常 那就完蛋了 好各位同学 假设你这地方抛的不是运行实际上 你是这样抛的 你是这样抛的 你比如说你这抛了一个sq 你直接抛了是一个非运行实际上 那么你会发现上面马上就出错了 你看 为什么这抛 这要出错呢 这方出错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sq 对 对对对 我我们这没有利用 直接这样子写 如果你把这个去掉 他这样抛还要抛一层 算了 不去研究 反正知道 你抛出一个 如果你抛出一个 如果你不补货 抛出一个非运行的一场 那么上面这种就必须强制你这个要要补货的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补货 也可以不补货 我再运行一下先 我不看成功了 诶 抛错了啊 诶 给出空口能 为什么 我这以前是做好的啊 我记得 是这写的有啊 你们说哪一句话哪行 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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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行 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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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又是那个毛鱼 那怎么会是 我以前老没改过来哈 嗨 这个 对 这这我把改改过来就行了 改改过来就行了 好 这地方老老老老是这样子犯这个错误啊 就是说是项目的问题 我看这边配的是对的吧 配的是没有措施吧 好在执行事情 这应该没什么毛病 我们看一下这一头 看king有没有改过来 king改成8000了啊 说明这个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块 改过的 这个核心的代码 我再翻过来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丁点 啊 就是添加了一个方法啊 添加了这么一个方法 所以现在我们 SQL helper呢 它可以调用这种 呃普通的sake语句 还可以调用什么呢 还可以调用这个存储过程了 当然 那里面还有 后面我们还要进行 对它进行一个扩展啊 还要扩展成 比如说分叶啊 将来这个存储过程 如果要返回结果又怎么处理 那么一步步的来 这是它的 至少将来这个函数 你如果不涉及到 这个存储过程不涉及到 这个要返回值 你就可以这么去调用它了 啊 呃 那么接着往下看啊 咱们接着往下看 嗯 嗯 好我们现在往下看 这是假话中如何调用 那么这有个课堂小练习 大家呢 我想跟大家一点时间练习练习 不然的话 就有点跟不上思路 这样子的啊 编写一个过程 可以接受ID和薪水 更新薪水 如果ID不存在 需要在Accept中补货并给出提示 而且呢 需要 需要 在 控制台 和夹袜中 都调用 都调用成功 控制台和夹袜程序中 都调用成功 都调用一下 我把这个发给大家 代码呢 我先暂时不发给大家 你们想一想啊 如果发给大家 大家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您凭着刚才老师讲的那点 那点 那点知识 大家可以可以想象看看 能不能把它 想出来 这是那个题啊 这是那个题 然后这是核心代码 我把这个笔记的这点核心代码 发给大家 核心代码 就这点代码啊 你们把它做一做 我把这个笔记的设计